我是巴黎综合理工大学IPParis的一名研究生 我现在就读于IPParis下属的巴黎高等电信的集成电路专业 这是一个纯英文项目 在这之前我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一所中国乃至全亚洲的顶尖理工科大学 在多个研究领域具备世界先进水平 在那里我接受到了全面而优质的教育 为我接下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本科最后一年 我还在意大利都领理工大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交换学习 这也是一所意大利的顶尖理工科名校 在那里我对欧洲的学习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周恩来 邓小平 陈毅 徐悲鸿 钱三强 巴金 有太多我们熟悉的名字 曾经在法国挥洒过青春的汗水 这是一条众多前辈们曾经走过的求学之路 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家 巴黎更是一个迷人的都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艺术的魅力 欣赏世界文化的交融 巴黎高等电信 作为欧洲电子信息领域大学中绝对的佼佼者 具有强大的科研教学实力 精英化的教学路线 也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得到最适合自己的教育 我这个暑假参加了巴黎高等电信组织的卡维兰暑期课程 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卡维兰具有非常人性的分班制度 不同的教学班级对应着不同的学习等级 在卡维兰的学习是一种对法国文化 法式生活的沉浸式体验 巴黎高等电信为我们提供了极具挑战性的课程 其教学中的师生比尤为值得一提 我们专业一共六个同学 上课时任何一个同学的任何一个疑惑的眼神 都能得到来自老师的及时帮助 而且巴黎高等电信在搬入新校址之后 也提供了一流的硬件条件 实验室、教室、图书馆 甚至教学楼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观景点 在巴黎的每一天都不会因为不知道可以做什么而无聊 尤其是巴黎所有的博物馆 对于26岁以下的青年学生都是免费的 我们可以在卢浮宫欣赏数不清的西式珍宝 在奥塞博物馆体会艺术的魅力 在凡尔赛宫见证古典的尊贵与辉煌 巴黎总是很浪漫 在大街小巷和路过的行人互到一身Bungjure 在塞纳河畔散步 在蒙马特高地听风 在索镇公园赏鹰 在植物园砍花 无论是第多少次看到夜晚整点的埃菲尔铁塔灯光闪烁 我总是会觉得欢欣鼓 在巴黎高等电信 将青春化作一场流动的盛宴